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们这期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聚焦国内的总统大选主要是国民党 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即将在5月中预计就会出现 然后最近联合报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指出 蓝营的选民有5成1是支持侯友宜的 支持国台民的有3成3 可是民调里面也有另外一个题目是说 如果两个人整合成功的话 听侯郭配的支持率有2成6 那有2成7是支持侯郭配 不管怎么样讲 就是说好像郭或者是侯友宜谁带头无所谓 无所谓 对 但是跟这个前面这个侯友宜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就有点矛盾 我认为是有点矛盾 有点奇怪 当然这是联合报的民调 我是保留的态度了 不管怎么样讲 不管怎么样讲 这个也显示出来 国民党这次总统大选真的很好看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国民党早就决定要 侯友宜 要深造侯友宜 对 郭台民是被人家耍的 我一直不是这样子看 前两个节目里面我讲过 不是这样子看 郭台民也在商场打滚了一辈子 他如果知道 别人都知道了 他如果知道说是国民党在玩他 他会配合这样玩下去吗 对 对不对 他不是白痴吗 是不是 而且他最近真的动作频频 不只是开了好几场这种座谈会演讲 他还到南部啊 现在最近最新的是到高雄去 还在那个妈祖公说 以后就叫我阿明啦 我是妈祖公的阿明 又来了 对 他就是很积极的在跑选举行程 你看不出来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机会 为何要这样 对 这就是我在讲的嘛 对不对 他当然是觉得他还有机会 所以才在这边努力 现在这个民调又做这个郭侯佩 换句话讲就是说 两个人都有机会 两个人都有机会 现在 我认为现在真的还没有决定到底是谁 但是国民党的这个争选办法又特别的奇怪 对 对 又讲出不完全看民调 对 又有什么耐达度啊 耐达度啊 什么这些这个整合的能力啊 是 这些这个不是非常客观的因素 在里面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集节目里面就讲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大选啊 这个选这个人选会很热闹很好看的原因在里面 那我们我也再次强调 关键人物还是朱立伦 对 还是朱立伦 对 因为不管是要征召谁或是征召办法各方面都是朱立伦说了算 对 然后呢 因为他这一天也说国民党不是提名一个人前天讲的 是一个最强的站队与团队 这个真的很微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 会不会真的就是郭跟吼不管是怎么样两个人都一起一起上了 不管是谁政谁负就是两个人一起提名 最近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趋势 郭台铭昨天吧在他的三创园区 对 他有讲 他说当然是有人问他嘛 他就说如果是提名侯友宜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这个经济的专长 还有这个国际观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国际观 来辅佐这个侯友宜 什么叫辅佐 副总统 对啊 两个人互相互补 对 他有讲如果是提名我的话 侯友宜也会以他的强项来辅佐我 会不会两个人真的讲好了 不是两个人都讲好了 这个就是朱立伦跟他们讲好了 有可能 这个纯粹是我的猜测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是朱立伦在后面讲 朱立伦也许就跟他们讲好了 你们两个人就这段时间互相见证嘛 对不对 因为郭台铭先前4月18号说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嘛 对 那现在传出来了是在5月17号会这个征召 5月17号不就正好一个月嘛 是 所以他也给郭台铭一个月的时间嘛 你去努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把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咨询提早了 嗯 早一点这个让郭友宜 对 可以出来选 那你们两个人去弄嘛 看谁最后胜出嘛 但关键在于就是说民调营它不见得也是提名你哦 嗯 不是有讲了吗 对 我的民调不是唯一的这个决定因素嘛 是 是 总而言之就是朱立伦会提名一个团队 就是连总统副总统都有了 还包括立法委员 对立法院长什么行政院长都帮你包好了 是最有利于他的组合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今天联合报不只公布他自己的民调 他也帮郭台铭公布了一份郭台铭自己做的民调 他是从三月一直做到四月底总共做了三次 然后呢重点就是说郭台铭跟侯友宜相两个人的互比的状况 一开始侯友宜是赢大概十几% 到了最后一次的做的民调才差1.4% 也就是说郭台铭可以拿这个跟大家讲 哎我的民调是往上的呦 然后侯友宜是往下的呦 不管怎么样对他来讲要争取当总统的这个是有利的 然后加上他又说什么两个人互相辅佐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郭侯佩也不是不可能 不管怎么讲 这个民调就是因为各个机构不一样 他有他的这些机构效应在里面 对对对对 有联合贸易的民调 甚至于郭台铭自己做的民调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 对我们讲过这些民调是可以操弄的 是 这个以前那个国民党那个邱毅啊 嗯嗯嗯 他我刚刚看了他也讲了 他说国民党早就决定是这个侯友宜了 现在侯友宜的民调一直往下掉 他说也没有关系 他说到时候国民党拿个假民调出来 他讲的是事实 假民调真的有 他讲的是事实 所以真的啦 我觉得这次长期还有很多好看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联合报的最新民调 他其实不是只有讲郭侯之间 他也有讲就是沙喀都的状况 就是如果以总统大选 蓝绿白三方都出来选 有人出来选的状况下 就是柯文哲跟 跟侯友宜或郭台铭 然后绿营是赖副总统 就是赖清德 以这个状况来讲呢 蓝营不管是征召 侯友宜或郭台铭 支持度都是两成九 很有趣哦 支持度两成九 然后柯文哲的支持度都超过两成 然后赖清德的支持度是两成七 也就是说在这份民调里面 这个蓝营不管正召 郭或侯都会赖清德 然后呢如果是蓝绿对决的状况 参选人讲话 民调参考就好 参考就好 参考就好 我是有点存疑 第一个 以现在的情形来讲 沙喀都应该是笃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是一定要选的 柯文哲一定要选 我们也讲过 他应该是选不上 但是呢 他必须要选 必须 对于他民众党来讲很重要 而且柯文哲真的是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又上升了 本来在二十左右 现在就上 就超过两成 真的是很厉害 他还没有开始选 问题是 他还没领表 他说最近民众党才要开始做幕僚作业 这个总统领表的事情 所以他还没有真的要出来选 就已经有至少两成了 保底两成 不管在任何民调 他都是保底两成 以这个情况下 他一定要出来选的 对啊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因为在 联合报自己的民调里面 这个 不管是侯或郭 都是赢 赖清德的二成七 就在喀都来讲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也不一定要提侯友谊 对不对 郭台铭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的结果是一样 是是是 这这就是我讲的嘛 国民党到现在还没有定 还没有定 还没有定 怎么观察呢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外面传的已经传的这么厉害了 传的最多的就是说 国民党朱立伦已经丢包郭台铭了 就是侯友谊了 因为他那个秘书长黄建廷 他们都上次他脱口说出真心话 不小心 对 那 我的观点就是说 假定是这样的话 郭台铭在忙什么 对他没有放弃啊 他很积极的在做 第二个 到今天为止 侯友谊还没有正式宣布 Yes I do 对 他没有正式宣布 没有 对不对 他这几天在这个议会上咨询 嗯 民进党的都在逼他嘛 对 今天我还听到什么 在议会上叫他 问他什么 有没有 要不要签这个 部落跑的协定 就是 因为他们 对之前 他到今天没有很明确的表示说 我要 选2024 他没有 对 为什么没有 他不知道是不是他 关键是这里 对不对 一个被认为已经出局的人 还在那边努力 对 对 那表示说他觉得 他还在局内嘛 还没有出局嘛 嗯 一个 认为被人家说已经出局的人 他还 认为自己还没有出局 嗯 一个是认为说是 一定是你的 就他了 一定是你了 但他到今天不敢讲 他要选 对 就是这个状态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两个人 其实他都还未定了 嗯 那就是猪力的人还没有决定 对 到底要是 哎呦 不管怎么样啦 总有一天要决定啦 不管是五月中五月底六月初 他总是要决定要出来的 但只是说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好戏 一直看到五月中五月底或六月初 这样子而已 对啊对啊 这个好戏连场 连场 对对对 前两天侯宇在那个市政咨询上面 就已经很多好戏了 那最近这个郭台铭每天都有好戏 哎我真的觉得郭台铭真的是刷新我对他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觉得郭台铭就是讲空话嘛 真的 然后那个侯友宜负责讲废话嘛 但是我觉得他这两天 郭台铭已经有要逐渐超越韩国瑜 然后成为这个你知道 蓝宜笑话冠军的这个局势 真的 因为他今天讲 他今天讲 要在高雄半屏山 然后建立一个小型的核电厂 然后又说他当总统之后呢 三年内他要做出机器人军团 只要共产党就是中国那边 派出八万名士兵 我们就派八万名的机器人跟他对打 我觉得 我刚才讲说郭台铭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赶快做 万一你机器人还没做出来 人家打过来怎么办 还有 他半屏山 为什么要选半屏山 对为什么 带核电厂 我不知道啊 我小时候住在 我小时候住在左营 对啊 我住在左营 我们家 他从院子看过去就是半屏山 对 但是现在半屏山没有了 而且那附近现在又是什么高铁站 又是连池潭风景区 然后又有很多那种 人口密集区就在那里 我想说你在那里盖核电厂 你确定 半屏山 半屏山早就被那个水利产挖光了 剩一个小土丘而已 他在小土丘上盖一个核电厂 然后在人口密集区要盖 我真的觉得 郭董非常棒 拜托这些蓝银的高雄市的名代 一定要支持 支持郭台银的政见 拜托拜托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好啦总之 精彩绝伦 高潮迭起 我们继续来关注后续的发展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的第一时间 获得通知 那记得给我们节目按赞 也要回顾我们过去的影片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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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